金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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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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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有女同事嗎?為何我沒見過 我現在終於明白了 爸爸, 你知道嗎? 這群技術狗經常上來辦公室 弄電腦時都會昏迷偷望我 一定是我的女人, 太吸引他們 唯獨是這個電腦機 不懷疑我美色所動 我就不明白為何 原來女生現在謎底終於解開了 大小姐 其實我們IT部的同事 只是對女士比較拘謹 不敢正視望你, 不會偷望你 還有可能有點誤會 IT部全部都獨罵哪有女生 我怎麼會誤會? 你這個IT部主管 連自己的員工是男還是女都不知道嗎? 你自己看清楚 女生? 今天一定要弄清楚這件事 沒錯, 電腦機器不可能是女生 我們三個天對著一年 怎麼會分不出她是男還是女? 很明顯, 人事部做事就算了 女生和女生都搞錯了 還要不肯承認 我們一定要幫兄弟討回公道 Helen 我陳奧由身為電腦機器的上司 可以明確地告訴你 我的下屬是男生, 不是女生 麻煩你們人事部 立刻蓋回她的人事記錄, 麻煩你 電腦機器的確是女生 我還在她面試 我見過她的身份證和畢業證書 她是千真萬確的女生 你的學歷和經驗都很符合公司的要求 我相信你可以承認這個職位 你們真的願意聘請我? 不過我有一個要求 請說 其實社交界通常都不太提起女生 所以我想問一下 如果你們聘請了我 可不可以別特別向別人提起我的性別? 公司不會有性別歧視 也不會特別提起 不過你是男還是女 同事很快會知道的 到時候才算吧 我只是不想一來就被人先入為主 看不起我 當時我以為你們很快會發現 誰知嫁了一年也沒人發覺她是女生 可能你們平時只顧著頭疼疼玩電話 所以沒有溝通了 都叫, 你們不要經常頭疼疼玩電話 還說是日對夜對, 不懂婚男女 都不懂卡丘 放手, 瘋了你 珠色… 芙芳 真奶碗糖 太棒了, 一起看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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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瓶 真奶碗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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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連糞便都吃了嗎? 我來這裡有這麼多次糞便 難怪他每次都進次家窩了 我們豈不是被他看虧了? 人家不告你們姓蘇爾算是如此 不好意思,打擾了,走吧 豆腐火冷飯 你經常來吃飯,我竟然看不出你是女生 不過不要怪佳叔眼瞎 一般女生喜歡吃沙律的東西 你又不是,你喜歡配合兄弟 每天都男人的浪漫 吃豆腐火冷飯,服你了 我們是一場好兄弟,是朋友 為何這樣騙我們? 是呀,超生氣的 你們別生氣,我不是有心騙你們的 只是我知道普遍的技術界 都不太看得起女生 就像我大學畢業後第一份工作一樣 我剛才弄好,現在又省了,怎麼搞的 我幫你再看看 不用了,女人弄電腦就跟開車一樣 也是信不過的 我不如找個男人替我弄一弄,更好 好 老頭,我手上的東西搞定了 有事讓我做嗎? 不用麻煩你了 女生私家做技術這麼辛苦做什麼? 你做回秘書吧 跟我搞定 好,沒問題 男同事根本看不起我 後來我唯有辭職 但轉了幾間公司都是這樣 我就明白了 女生在社交界 根本就很難有發揮的機會 也明白的 所以你見公的時候 就刻意打扮成毒藍一樣 我不是有心騙人的 我只是不想你們才入圍為主 還好,你現在證明了你的能力 是一個稱職的技術人 老頭,謝謝你的肯定 放心吧,我們不會再因為你是女生 而歧視你 大家繼續好好合作 吃飯 老頭,你的吞撲工真的越來越出神入化 我交給你那份文件 你好像放在黑洞一樣 一去就沒回頭 永遠都不見了 大哥,我整個項目很趕快的 我這次真的被你氣死了 你相信我吧,我的電腦真的壞了 所以我才做不到文件 我去社交界部叫人來做 叫極了,到現在都沒人來 你自己吞撲就拉到社交界部 我不會再相信你的謊言 有什麼你自己跟爸爸說 進來 雞小姐 怎麼樣?主管是不是有功課加了? 你為什麼想找手空空? 我進來是想跟你說 Peter,Helen,David和工業打電話來 說他們不能準時交他們的提案 豈有此理,這群膽生無 如果沒有合理理由 你叫他們自己一個個遞信辭職 不知道是不是你的舅舅 交壞了他們 現在一個一個沒有提案交了 肯定就在這裡賺電腦壞了 是呀,他們的理由 全都跟公司那部電腦有關的 包括上網 電腦壞了,叫也沒人來做 軟件沒人去更新 還有保安系統鑽完了事 總之整個社交界部好像癱瘓一樣 好了…終於沉冤得雪了 你不相信我,現在不僅僅我一個 你誤會了我,是不是應該要向我道歉 他們說是… 小玲,想起你借電腦給我 我趕著打一份約給陳總 送總監你的電腦壞了嗎? 有點誠,我打電話去社交界部 就沒人聽了 直接去找他們 整個社交界部一個人都沒有 美妮,你的社交界在哪裡? 馬上找我找他出來 知道,大小姐 道歉 不道 道歉 不道歉 Ivan,你在這裡嗎? 不然大小姐叫我來醫院找你 我也不知道你又來了醫院 自從CPU和Mouse知道電腦機器的女生 之後,Hitibo就永無另一了 阿桃,麻煩你幫我問問那個人的報告 有了嗎? 阿桃,Mouse問你的報告有了嗎? 有了,在這裡 Mouse,你怎麼樣? Mouse,Mouse,Mouse,Mouse ойLוט Mouse,Mouse,Mouse,OW 平時也不覺得這麼嚴重 平時他們在其他部門弄電腦 或是去咖啡店的時候 都會接觸到異性 但時間很短,而且可以保持安全距離 再回到社交平台 才可以真真正地吐一口氣 但現在知道電腦機器是女生 所以全天都放鬆不了 總之我最近做的事 就是不停輪流地送她們到醫院 只剩下電腦機器一個工作 哪有能做的?所以天下大亂 整個社交平台都坦白了 你真的要考慮辦法? 我有想的,最簡單的就是調走電腦機器 問題是由貓和CPU而起的 你不是應該由他們倆入手嗎? 這裡吧,坐… 我有燒童和你們點著吃,坐… 安排得怎麼樣? 放心,我已經情傷了Mary姐她們 我們來陪她倆一起吃飯 讓他們習慣一下和女人相處 希望有一切熟悉 你好… 當然要搭桌子吧? 坐下,坐下 坐下 你們想怎樣? 不要碰我們 想我們不碰你們也可以 乖乖坐好吃飯 你們不用怕,我們各有各吃 不會騷擾你們 對呀,不用怕的 我們有我們聊天,你們有你們聊天 喂… May說叫我們不要太心急 逼得他們太盡力了 我們懂得做的 不會跟他們聊天,只坐在他們旁邊 讓他們慢慢適應女性存在在他們附近 快聽聽 來吧 開車… 什麼事…冷靜點 沒事的 開車,我扶著本人 走開 我扶著衣 你死了,你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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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呀… 我們會不會害死人? 那又不會 Ivan說這段時間他們是這樣的 那怎麼難怪,我們五美的女性魅力 實在太強勁了 她們連電腦的男生頭也接受不了 更何況對著我們五美 她們更加招鑑不住 你氣死我了 大小姐,你別再怪May了 其實很多方法都用過,但不行 是呀,最初我打算找五個美女 陪她們吃飯 但她們受不了 後來我找兩個,又不行 之後再找一個,她們也受不了 我試過叫她兩個 跟女兒說電話而已 但她們一聽到女兒的聲音 就已經受不了 後來我打算找裙姐、蘇姐 和重姐這些媽媽級的人 跟她們吃飯 打算年紀大一點,她們沒那麼害怕 誰知道她們都害怕得入急症 她們三個絕色佳麗 這兩個人是神經病的,有病嗎? 對呀,Ivan你以前也害怕女孩子 後來怎麼康復 其實初初入行時,我也跟她們一樣 一看到女孩子連自己的名字 我都說不出 但後來有一天,不知為何就沒事 Ivan,你怎麼進化,我沒興趣知道 我只是想解決這件事 就要調個紅顏和水走 好了,那天也曬光了 你想用電話機交換我們的歸宿名? 因為你們尋寶圖不怕女孩子 還有CPU和Mouse也不怕阿明 只要調一調,兩個部門都可以順利運作 但我們尋寶圖很忙 突然換個新人進來 她未必能避免 而且有些原諒歸宿名未必肯 你知道嗎? 不肯?我知道你說什麼 你們尋寶圖有個像香港小姐那麼漂亮 叫女冠軍嘛 那個臭小子當然是想黏著人 不准,你以為我們是婚姻介紹所嗎? 怎麼都她不肯 就老老靈靈,炒好她 進來 大小姐,頭,我想清楚了 我不想影響到人 如果我在這裡會令社交部 運作不了的話,我決定離開 你打算辭職嗎? 我想過了,只要我不在這裡出現就行了 大小姐,我知道屯門火艙 社交部職員在聘請人 不知道我可否調過去呢? 其實我們也可以再聘請人 Ivan,你說可以就行了 總之我要社交部正常運作 你們不用再害怕了 電腦機今天是最後一天了 把私人物品收拾好就走了 大家就回復正常,努力工作 加油 其實大家都相處了這麼久 一直都好好的 我們現在算不算是逼走了她嗎? 楊克克,做事 我還要看老王 您不是愛媳婦? vel是 我沒有地方 不是又被人攻擊了吧 你還想, 救人啊 不要, 你吃多點了 吐… 你很棒, 加油… 他不是女孩,是我們的好兄弟 兩位 辛苦你了 兩位咖啡到了,謝謝 兄弟,今晚…Ivan嫂? 你們倆這麼甜蜜在這裡撐桌腳 你不用替大小姐賣外賣嗎? 大小姐和宋總監去了撐桌腳 撐桌腳的 行了…我上去…我上去做你,是這樣的… 你看看電腦部回復正常之後 整間公司都跟著回復正常 所有人又可以過回正常生活 電腦部有多重要 我覺得電腦機更重要 因為自從你升了拒職之後 你工作又少了又輕鬆了 也是的,他真的很幫忙 但是你升了電腦機之後 兩個兒子還好嗎?有沒有過敏反應? 沒事了,現在還好朋友的之前 怎麼這麼忙? 三位,吃啤酒 豆腐火爛白,凍檸茶 多冰重塘,麻煩你 收到 做到事了,不錯 那張單給我 謝謝小龍先生 小妹仔 謝謝小龍先生 謝謝小龍先生 她們真的沒事,好像以前那麼友善 真棒… 小龍先生真不覺得是女孩子 怪不得大家一年都不發覺 我就是有興趣知道 那兩隻獨度出骷髏骨頭的毒蠻 是不是不再怕女人呢? Ping Merry姐,你過去做個實驗嗎? 你去不好 你好一點… 我去… 快點… 看什麼? 又來? 阿哥白車 阿豪,請幫忙抬她下去 別碰她了,好嗎? 別碰她了 怎麼搞的? 他們倆不是不怕女人嗎? 對,剛才明明是好好的 你們不明白了 Merry姐,你別再玩他們了 他們不是不再怕女人 是不當我是女人而已 那兩個獨男弟沒得救了 既然他們兩個都不怕你 為什麼你不索性 換女人打扮呢? 不,我發覺我這樣穿真的很舒服 早上不用洗臉,不用擦牙 不用梳頭,不用襯衣服 就去出門口,多睡一小時 原來Laptop你都是獨男弟 難怪你們可以一起做兄弟 我可以擔心 我可以回答你 我可以用一口氣 我可以挑戰 你能不能做到的嗎? 我可以製成這樣 我可以用到這裏 我可以製成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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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你的手